坐在馬頭邊吹著海風和三五好友在沙發上閒聊 這是基隆市府2023年舉辦的基隆樂薩天快閃活動 為了這場活動基隆市府編列預算120萬 議員更私下透露 光是8組陽傘32張沙發出估就要30萬元 但10天活動結束後沙發不見蹤影 實際來到基隆海岸廣場 原本的白色沙發已經全部不見 變成像是我這個身旁的黑色裝置藝術 不只網友嘲諷基隆人也讓謝國良消失 所以作罷了嗎 這些消失的白沙發似乎成了基隆都市傳說 議員也質疑花工堂買的沙發 難道只用了一次就丟了嗎 就跟廠商解除契約 也就是他們就不再辦這一個活動 可是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這些沙發現在放在哪裡 為什麼去年買的今年沒有繼續用 並不是放了一組沙發 就叫做放鬆 有的時候反而讓我們的市庫更加緊繃 不只議員痛批錢沒花在刀口上 在地民眾也直呼 基隆氣候根本不適合戶外擺設 感覺跟這邊的造型感覺不搭配這樣子 擺設比較容易沾掉 對啊 就放個兩三個月可能就是都沾掉 那覺得擺設有什麼好看的 這樓是沒辦法 沒有辦法 就算被批評 基隆市府今年仍打算擴大舉辦 一樣在海洋廣廠擺設沙發 總預算還提高到三百萬元 但外界好奇的白沙發去哪了 捷稿前基隆市府尚未回應 三立新聞黃玉帆去到雲吉隆報道